同门1号隧道即将完工启用通车部落观光产业发展成为主人们关注的焦点 花莲县政府积极和秀典箱公所同门部落还有榕树部落进行沟通 同时召开会议来讨论画设自然生态园区 经过说明讨论之后部落达成共识要朝画设自然生态园区来规划 共同来为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 花莲县秀典箱同门1号桥隧道7年前崩塌 导致侠内的山太狼道崩壁至今 村民只能够仰赖西床变道冒险进出 不过好消息是经过7年的兴建 今日已经完工了 而通往部落主人们则是朝向的暂时对外不开放 为此为了建立部落未来的观光发展 现在许正位也启动了沟通机制 特别指示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观光处和秀典箱公所通往部落 从处部落主人们进行沟通 并且朝向划设自然生态园区的方向来努力 近日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观光处秀典箱公所也前往通往部落 召开初步的会议 经过双方的说明和沟通之后 通往部落和荣事部落主人们 则是达成共识来朝向花莲县自然生态园区 来建立对外的机制 观光处秀典箱公所也将会委托 东北大学来建立定定办法和规定 过程当中也会和部落主人们进行沟通说明 做好建立机制的工作 另外同门村花设自然生态园区之后 考量同门和荣事的生态环境不同 也会分成两个区域办法规定来订定 现在许罪表示 游客来到花莲第一个首选是 泰鲁国家公园来旅游 第二个就是前往同门村的 而同门村有小台美称 新娘的稀水彻底洗涤了疲惫的心灵 发好的木瓜系的上游以及旗枝流 翡翠谷和撞出了地质景观 被列的潭水切穿大理石岩所形成的峡谷 让许多雇名而来 花莲同门村有自然美景 交通上可以说是胜过司马库斯 我有用心的规划和部落主人们 共同来守护自然生态与资源 部落才能够永续经营 记得继续学校报道